同样时工 接下来关注一项 失而复得的传统技艺 那这个传统技艺的制作 叫做烫样的制作 什么叫烫样呢 是清代工匠 用来表达建筑 内沿装修 家具等设计方案的一种纸质模型 日前故宫就发布了 失传已久的烫样制作技艺 它复原研究的全过程 也给大家揭秘了这门古老技艺 被成功寻回的始末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侧 共有四近院落 27座主要建筑 翠赏楼 福旺阁 眷秦斋 碧罗亭等 著名建筑都在其中 在修缮翠赏楼时 偶然发现了几件烫样残片 通过专家研判 应该是乾隆时期制作的 翠赏楼烫样残片 与食物的比例应该是 1比66.67 也就是传统匠人口中的 一寸五分样 为了能够严格按照 传统工艺进行复原 项目组拜访了 故宫博物院中 表作 画作 窥座 古书画修复临摹 等等专业领域的老师 从主体材料 硬质版的制作 到传统矿物颜料的调制 从假山植被的高度纺针 到外观内饰的忠实还原 历经两年时间 项目组终于将乾隆花园 烫样复原成功 烫样不仅提供了近距离观察 和感受古建筑的可能性 未来也有望成为 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烫样不仅提供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